哈喽 欢迎收看我们家的睡前故事 小妹你好 好你 你好 你说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特别的日子呢 是二年级毕业的日子 对 可是你知道离开这个学校才叫做毕业 你们顶多是二年级结了个小夜 应该要这样讲 我不要 你不要啊 好吧 今天是小妹二年级毕业的日子 哦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家的睡前故事 二年级离开教室 对对对 二年级离开教室 三年级将要重新登班 真的要离开学校 我现在就离开 对对对 你放暑假了对不对 小朋友你们也放暑假了吗 如果是幼稚园的小朋友 除非是公幼 要不然应该是还没有放假 要继续去上学 哪国小的小朋友应该都已经 诶 有没有人不是今天放暑假的 可能也有哦 这个今天应该是最快的放暑假的 有没有小朋友还没放暑假呢 没有关系 我们呢 现在小妹已经放暑假了 我们会多说一些故事给小朋友听的 诶 那个我的朋友 干嘛 怎么了 啊 天呐 怎么办 伯伯不在家 我们家出现了一只大蜘蛛 来 我跟现场连线给大家看 等等等等 啊哈哈哈哈 啊哈哈 你们看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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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好害怕哦 我们家有一只大蜘蛛 你看 现场直播 大蜘蛛怎么办 我们假装没有看见他 然后继续 继续去说故事 他应该就会 那个 放过我们 好 来 呼呼 呼呼 妈妈也害怕啊 不用担心 没关系 他不会伤害我们的 好 来 我们继续了 好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故事呢 是台湾的本土的 绘本作者 画的还有写的故事哦 而且非常精彩可爱 也跟很多小朋友很有关系 因为很多小朋友 都很喜欢昆虫 对不对 像 翘形虫就是 昆虫里面的巨星了 很多人都会 如果捡到翘形虫 或者是去野外的话 会观察它们 或者是 把它们放到家里的观察箱 观察几天就赶快把它们也放了 好像应该要这样才是 因为我 不是非常懂昆虫 但是呢 有看过人家说 哦 不要到哪里 就随便抓昆虫哦 这样昆虫都被我们抓光光 都死光光 它们就不能 这个在大自然里面 也不能够顺利的繁衍下一代 这样会很危险的 好 那今天我们的故事呢 也是跟这个 翘形虫有关 这一本绘本的书名叫做 小黑 我们刚刚说它的图文 都是本土的绘本作家 叫做李若欣 这边 将将 欣欣姐姐 我有偷偷上她的那个脸书去看 这一位作者呢 李若欣姐姐她好漂亮哦 好 那另外呢 出版社是这个 看到可爱的小水滴了吗 水滴文化所出版的小黑 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 大家一边听故事 也可以一边留言给我们 那小妹就一边听故事 一边在妈妈旁边玩半家加酒 好了 故事开始咯 在暑假的时候呢 爸爸都会带这个小女生 带她回山上的家 哦 住在山上 山上很棒 那是阿嬷的旧家 很好玩哦 跟我们现在住的家不一样 有哪些小朋友 他们 你们有 住在乡下的阿嬷 如果有的话可以留言给我们 哦 那真的很棒 我们没有 我们的阿嬷都住在都市 我们家有空姐 不行 不是啦 这关空姐什么事啊 好 这个呢 他们在山上的家的房子 外面啊 被绿树包围着 像森林中的城堡一样哦 到处都绿油油的 而且 小朋友你们知道吗 山上啊 其实会比平地凉快的 看一边坐 什么东西一边看一边坐 我要坐那里 哦 你小妹要换位置 好好好 因为小妹现在的位置 你那个 蜘蛛太近了 她很害怕 她要跟妈妈换位置 小心哦 不要害怕啦 我想她没事 应该不会来吧 如果待会 大家听直播 听到一半 然后听到了尖叫声 并且就过了很久 都没有人继续在做直播的话 这就是直播的乐趣 就是我们逃跑了 好 来 继续 好 真的 我也会怕虫啊 虫来我们两个就逃跑吧 好 山上的气温比 平地凉快 因为每身高 这个一百公尺 好像就会降低一度 所以越高的高度呢 就会越凉快 而且山上有树啊 树只有树印啊 就不会那样 诶 你可以请你不要这样吗 就不会晒那么多的太阳 就会很凉快 不开冷气也很舒服哦 你看 哦 这只 真的啊 你看这只小猫咪 小妹你看 小猫咪还在帮 狗吧 它是猫 猫 它的耳朵尖尖 猜什么 它是猫 猫就跟它们指路哦 你看这个小猫咪说 往这里走 这里请 欢迎光临 请走这边 好 那到了暑假 好开心哦 爸爸 就是这一家在划船的 爸爸常常带 不要用恶魔的声音 爸爸常常带这个小女生 在附近玩耍哦 比如说呢 去西边玩水啊 他们划小船啊 溪水好冰凉 好舒服哦 看得见咖啡色灰色的小鱼 还有黑蝌蚪 蝌蚪 长大会变成什么 不是 这也不是动物生友会 阿琪幼儿园的那个蝌蚪 阿琪幼儿园有蝌蚪 对 有吗 然后他们长大的过程 哦 对对对 有一次阿琪幼儿园 小鱼很喜欢那一集 嗯 我也很喜欢那一集 不要再诡较了 他们那个小蝌蚪小的时候 一直好希望有脚哦 看到青蛙就觉得 哇 你好酷哦 明明他们是说不要长脚 他们不要长脚啊 哦 为什么 有脚才可以 端腰端腰啊 不会啊 有脚才会 变成两栖类啊 还没有长脚胶的时候 只是蝌蚪的时候 他就只能在水里 变成了青蛙的时候 就可以水里还有岸上都可以跑 就可以海陆两栖了 多好 好这个呢 有些小鱼啊会来亲他们的脚哦 我想可能是那种吃脚皮的小鱼吧 哎呀养养的好有趣哦 爸爸每次被亲的时候都会哈哈大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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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类似像这样 森林中呢有许多的昆虫 有些我认识 有些呢长得非常的特别 有的时候我不太敢靠近他们 比如说有一些蝴蝶身上粉粉的就感觉有一点可怕 可是因为蝴蝶在工作啦 他这里飞过来那里飞过去 在采花蜜啊 所以多多少少会沾到一些花粉啊 这个有什么好害怕的 不过我小学后也非常害怕蝴蝶啦 现在看到蝴蝶我可能应该也还是会躲开吼 还有鹅 鹅也蛮多的这个小飞鹅 哎你动物生我会抓一只蝴蝶可以卖多少钱 不一定 蝴蝶啊 一百吧 可以卖一百块啊 蝴蝶怎么这么不值钱 那个八十几 才八十几块 那这样不错 哎这个是什么 这个应该就是枪形虫了对不对 还有这个啊 金龟子啊 金龟子你们说什么 瓶虫 我小时候都叫金龟子 什么 金龟 金龟哦 牙啊 牙啊哦 哇你好 有灰金龟吗 灰金龟 灰金龟是 呃这个萤火虫 这里没有白天没有 哇小妹你好会说台语哦 那小鸟的台语怎么讲 是不是骄啊 不是那个是一种排泄的动作 小朋友不想学 哈哈哈 山上的声音好热闹哦 早上呢有蝉鸡鸡鸡鸡的叫叫他们起床 晚上有青蛙 咕咕咕咕咕咕咕 咕咕咕咕是鸡 不对 晚上有青蛙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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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鳥和貓咪一起在 小鳥應該是嬌啊啦 有那個什麼 五百四有一首台語歌叫什麼 雞雞嬌啊什麼之類的 但貓咪我不知道怎麼說 好有一次呢 這個小女生說她躲在一棵大樹後面 喵喔 喵咪 喵咪不使 喵咪不使台語 不是 我不相信有這種事 快點會說台語的人告訴我們 貓咪的台語怎麼講 不相信是喵咪 喵咪啊 等一下好你先別唱 有一次呢這個小女生躲在一棵大樹的後面 突然感覺哎呦她的手被刺刺的 是誰在刺我啊 爸爸 結果不是啦不是刺她 是有一隻受傷的 敲行蟲 我常常會記不得 敲行蟲要怎麼唸 現在我們就知道了 敲敲敲敲敲敲 敲行蟲走起路來啊一搏一搏的 哎呦她為什麼走起路來一搏一搏的 那表示什麼 她受傷了 哎呦好可憐喔受傷了 好那怎麼辦呢 爸爸還有這個小女生呢 就決定說好我們來照顧她 她們就拿了一些 剪了一些樹葉小樹枝啊 因為敲行蟲要吃這個樹枝裡面的樹枝 然後要喝這個樹的枝這樣子 所以說呢他們就剪了一些樹葉和樹枝啊 把這個敲行蟲放在小袋子裡面 先帶回家想要幫這隻受傷的敲行蟲療傷來照顧她 回到家之後呢他們就幫小黑做了一個家喔 你看這個啊叫做觀察箱 雖然說我沒有養過昆蟲 我只有偶爾養了一些蟑螂跟蜘蛛 我覺得我家裡一定有昆蟲 所以我不需要再養特別的 你看今天呢 蜘蛛就跑來一起聽敲行蟲的故事了 你說是不是很玄啊 好蜘蛛也來聽我們說故事了 因為她想要知道她的朋友敲行蟲過得怎麼樣 好的 結果呢他們就用這個觀察箱啊 幫敲行蟲小黑做了一個家喔 希望小黑會喜歡 除此之外呢他們每天啊一天到晚就去偷看 你要開過來點大家才看得見 他們一天到晚就去偷看小黑 因為實在是太好奇了 他又住在觀察箱裡面真的忍不住想要觀察他一下 他們去看小黑 在這裡時時刻刻的觀察他 還可以做紀錄 還用放大鏡看他喔 小貓咪也看他耶 後來他們發現了小黑有很多的秘密 比如說小黑吃果凍 欸你怎麼知道我沒養過 你怎麼知道他們是吃果凍 你有去看過嗎 那你怎麼知道 我看到我朋友他們有時候 我剛才只是想吃果凍 喔是你自己想吃果凍 喔是你自己想吃果凍 在我的切片上面很久很久喔 表示他喜歡吃蘋果 欸吳亦德叔叔上線了 吳亦德叔叔請問一下貓咪的台語怎麼講 麻煩你回答我一下 吃蘋果凍 喔對哇你英文好好 但是我還是想要知道貓咪的台語怎麼講 但吳亦德叔叔常常騙我 他都說他有看我們的直播 但他都把聲音關掉 不曉得這是什麼意思呢 好你看他就哇看來觀察了這個敲行蟲 除了這樣之外啊 他覺得啊小黑也很喜歡洗澡喔 所以天氣很熱的時候啊 他發現了小黑是躲在樹葉的下面的 就可以乘涼嘛 我們剛剛說要到山上的阿嬤家去 就是因為山上有很多樹啊 樹蔭可以乘涼 小黑也喜歡乘涼 他會躲在樹葉下面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會把他移到家裡涼快的位置去 而且呢會噴噴水喔 讓他好涼快喔 幫他降溫一下小妹你的玩具 已經掉到地上很多次了 好那這個敲行蟲小黑 好開心喔 大家都覺得很棒啊 只要讓小黑開心 大家都開心 但是喔小妹你快來看 不得了了 有一天發生了不好的事了 有一天 對他不見了 他們沒有把蓋子給蓋好 所以小黑跑掉了 他跑出去了 有一天呢小黑真的不見了 不是只是躲在樹葉下面 躲貓貓是真的不見了 哇大家都好擔心喔 一隻受傷的敲行蟲 在人類的住家裡面 到底會躲去哪裡呢 他們趕快找啊找 先到客廳 你看客廳找一找 客廳有他背的一個小包包 哇好舒服的椅子喔 可以坐在這邊看書啊 還有燈 是一個很漂亮的家喔 那另外呢也到廚房去找啊 廚房的地上桌上也找沒有對不對 那這裡這裡是什麼地方呢 這裡也沒有 這應該是他們 喔天啊那隻蜘蛛不見了 不知道到哪去了 我的媽啊我的媽啊 剛跑出來蜘蛛已經不見了 小貓咪到這個院子裡頭去找了 但是呢在這些花花草草裡面 照理來講 小黑應該很喜歡待在這裡啊 也沒有看到小黑 到底怎麼回事去了哪裡了呢 我跟爸爸都好緊張喔 還好呢晚上的時候 他只失蹤了一個白天 晚上的時候呢 小黑終於出現了喔 嗯小女生就對小黑說 你不乖我們大家都好擔心你 對呀你不想去哪裡了 你怎麼不見啦 我們大家都好擔心你喔 晚上下了一場大雨 喔你看這真的 小黑又不見了嘛 小黑沒有不見了啦 你看小松鼠也出來躲雨啦 小松鼠還拿了荷葉當作雨傘 好可愛喔 那小鴨鴨呢 雖然下雨了 他們沒地方躲 他們就在池塘睡覺了 晚上下了一場大雨 雨聲滴滴答答的喔 不知道小黑跟我一樣嗎 是不是他也很喜歡聽著雨聲睡覺呢 他是大自然裡面的昆蟲 照理來講 應該是這樣子的對不對 好啦 找到小黑的那天過後呢 唉呦好奇怪喔 小黑的動作啊 變得比較慢了耶 怎麼回事呢 為什麼會變慢了呢 而且 他那麼快就老啦 他也不喜歡移動了 你看他就趴在這個果凍的盒子上 可能就是懶洋洋的吃一點點 吸一點點果凍的吃 因為下雨了嗎 葉子因為枯萎了嗎 是不是葉子不新鮮 有沒有可能 到底為什麼 他好好的為什麼不動啦 唉呦 過了兩天啊 我們呢 要幫他 早上幫他換新的水果的時候 發現他再也不動了耶 你看 翹形蟲不會冬眠的吧 他是死掉了耶 他去當天使 對他去當天使 但你不要用這麼 不會啦 他不會啦 不是不是不是 他死翹翹了啦 你看小女孩都哭哭了 他們的翹形蟲 吸翹翹了 哎呀 要買賬喔 對啊要買賬 買在盒子裡 沒有不是買在盒子裡 他是來自於大自然的昆蟲啊 可以把他在這個大自然裡面 這個埋起來 比如說在樹底下啊 在草叢裡面啊 他之後就會跟泥土融合為一 就會變成了養分 這些養分會長出新的植物 就可以再養活很多的昆蟲啊 很多的動物啊 這個是大自然的一個循環 一個平衡 哎呦你看在故事書裡面快要九點了耶 我們也是 我們也快要九點了 好大家都很傷心 爸爸也傷心 不是只有小孩傷心 他爸爸也很喜歡昆蟲 那個時候七點的時候 對 然後到九點的時候 就發現他死掉了 這個晚上啊 大家都不太說話 因為小黑去當天使了 大家都傷心 好啦 這件事情就這樣結束了 我相信他們應該是 把小黑帶去了森林裡面埋起來了 因為他們是住在山上的 可是呢 爸爸和這個小女孩啊 心裡都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傷心的 蜘蛛嗎 蜘蛛在那裡 在我們的櫃子那邊 待會兒我們講完故事 來帶大家去看 好 暑假也快要結束了 我來拿鏡頭 喔不不不 我怕你什麼都拍出來 大家都知道我家很亂了 這樣不行 好 暑假快要結束了 我們也準備要回家囉 因為他們原本是上來 這個山上奶奶阿嬤的家裡面 過暑假的啊 暑假結束了要回去了 要開學要回去上學去了 回家的路上啊 這個小女孩一直在想說 那天啊 我是不是不應該對小黑說不乖的 因為小黑跑出去了嘛 她說小黑你不乖喔 如果我不是跟小黑說了這樣負面的話 我是跟小黑說小黑你好聰明喔 你怎麼知道怎麼樣跑出箱子的啊 你真是最聰明的敲行蟲了 我如果用這樣好聽的話來跟她講的話 她會不會就不死了很快的讓我們找到她呢 嗯 結果爸爸就問她說啦 不管怎麼樣啊 小黑已經離開我們了 那你以後還會想要再養敲行蟲嗎 你還會想要再養嗎 結果這個小女孩啊搖搖頭 沒有說話 她說呢 我想我會記得我和小黑度過的這個夏天 冬天了 太殘酷了 對啊 夏天過完了到冬天了 你看她對昆蟲其實是很有興趣的 她看的這個是蕎形蟲的書對不對 這邊還有大象 她很喜歡動物昆蟲 她也畫了很多小黑的畫 你看這個是她畫的小黑 哇還有貓咪跟小黑一起的對不對 好好開心喔 有蕎形蟲的圖片 還有很多的像什麼螞蟻啊之類的 金剛蟲 金剛蟲是什麼 有這種蟲嗎 總而言之呢她說我會記得的 雖然呢我不想要再養其他的蕎形蟲了 但是我會記得我曾經跟小黑度過的這個快樂的夏天 對呀小黑雖然說呢已經去當蕎形蟲小天使了 但是呢 她回憶啊是不會去當天使的 變成森林了 不是啦 這大概是個觀察箱吧 亞馬遜森林 真的這好像亞馬遜叢林喔對不對 回憶會永遠留在我們的腦子裡面的啊 或許它會變得模糊 但它是永遠都在的 而且你看好棒喔 她有跟她的小黑曾經留下過這個合照 所以呢如果很想念小黑的時候 她也可以看看小黑跟她一起的合照 感覺真的好棒喔 這就是今天跟大家講的好可愛的故事 由水滴文化出版的李若新畫的小黑 非常可愛的故事吧 好了我們今天直播結束了 小妹來 我們帶大家來看我們家的那個 哎呦 長得很像那個什麼 哎呦好可怕喔好可怕